骑士中锋TT汤普森原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进攻篮板手 特别是在2015-16赛季 他在总决赛的7场比赛中 总共抢了71个篮板 28个前场篮板 总决赛每场能抢下4个前场板 说他是现实版的鹰木花道和罗德曼也不为果 他曾经在和公牛的季后赛中狂抢12个进攻篮板 只抢下一个防守篮板 特别是加实赛中抢到决定比赛胜负的进攻篮板 并面对公牛球员暴力不扣命中 骑士得以逆转公牛晋级下一轮 汤普森曾经说过 罗德曼是他最喜欢的球员之一 并把他当作篮球生涯前进的目标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回合 奋力争抢到每一个篮板 然而时过进先 骑士夺冠没多久 他就和科勒卡戴山好上了 之后他对待篮球的态度和热情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不再花很多时间在健身房 他不再花很多时间在篮球训练馆 相反和卡戴山女友一起出席各种娱乐圈的活动 一起出外游山玩水 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上赛季常规赛开始 他的表现已经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本赛季的常规赛只得到5.83 6.6篮板 好吧 这也忍了 希望他能在季后赛有所发挥 然后现实确实残酷的 他在本赛季被骑士队彻底弃用 整个季后赛的三场比赛 又一个前板狂人彻底被女人废了 0分1板0助攻0抢断 可把骑士给坑惨了 如果他能打出2015和2016年的水准 如今詹姆斯和他的骑士也不会这么被动了 目前季后赛中 骑士大比分1比2落后步行者队 骑士极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硬的人来镇守内线